現在已經開始有難得有直播可以玩的話 那我們就好好的玩 因為那時候本來想說要在之前那個 找個時間來把我的那個歌舞劇的每一首歌唱過一次這樣子 這樣才就是等於是當作一個劇本的演練 所以那乾脆我就今天趁今天讓我家人不在 嘿嘿 家人不在的時候可以我們就可以唱 我就瘋狂唱歌 我看我今天能不能唱十首歌 我把全部唱歌 啊對喔故事 登登!劇本 又拿去裝定了 暴露不少錢 反正今天只是玩完一個 我從第一場 第一場就是 算續場啦 續場我用了兩首歌 不過洪青嶺這首歌應該是壓軸區 所以應該是放到最後面場 那 他用的是那個 痾 他用來出發 因為他是 欸我記得是兩千年吧 咬點 反正咬點奧運那一次 跟那個 就是 跟中華棒球隊的那個主題曲 試試看 風打 雨打 太陽打 相打 大 相打 相打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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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 бу 細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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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發 再出發吧 你是我的第一名 聽說中聽這款名 感苦都嘴跳恰恰 不免驚 不免驚 哪咱是勇敢的小飛翔 在這間會跟他拚 人說不怕不會出名 這場戲主要是呈現洪競庭棒球隊 他們一起打球的一個 等於算是團體活動 那一開始就選這麼 比較激昂的歌是比較好 能夠帶起整個戲 那個氛圍 尤其是稍微會 中間也會差一點那個 就是等於是暗示後來故事的問題 故事的走向 那... 那也是另外一種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是等於是在呈現那個 主角的洪競庭 他自己那種 天大地大不怕的那種 那種 志氣 那當然他到最後會摔得很深 那就是 故事走向會這樣子 那再來下一層 是什麼 下一層 喔 再來是我幫陳光維插的那個 媽媽的眼睛 那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這首歌是因為 我之前看那個104的廣告 我就覺得那首歌很適合放到這個跟媽媽的調性非常重的劇中 所以我就選那個 所以...他其實...他應該不是一個很完整 就只是說哼兩句這樣子 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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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空靈 出來了方光明 消息隱形 好像是我媽媽 慈蓋的眼睛 媽媽的眼睛 因我最心愛 常常希望我 做個好小孩 媽媽的眼睛 因我最心愛 那當然因為 故事背景 呃...陳光維的角色是 他媽媽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點紀錄洪慶 那個...洪慶提 所以他就...就安排這首歌 這樣蠻不錯的 蠻符他的心境 然後再來是 I believe 欸 不是 I believe 我相信的 就是那個...陳神 我相信他原唱是誰 完蛋 對啊 就是...他等於是前... 接續前一波那個洪慶提 在那個...在出發的氣勢 他那個更...更囂張 然後等到...反正就是他媽媽的部分 把他推高一點 然後這樣他摔得比較...摔得更深 然後比較過癮 欸 再來是 想飛上天 和太陽肩並肩 世界等著我去改變 想做的夢 不怕別人看見 在這裡我都能實現 大聲歡笑 讓你我肩並肩 何處不能歡樂無限 拋開煩惱 勇敢的打不相見 我就站在舞台中間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沒有地平線 在日落的海邊 在熱鬧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樂園 我相信我有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青春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邊 讓生活更新鮮 每一刻都精彩萬發 我相信 我相信 那其實在這首歌 剛剛跟他那個 在出發之間 欸 我劇本上 比較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因為有一些導演的工作 我不方便知道 但是我 我當然是希望說 他在歌詞的時候 能夠跟其他演員有一個互動 那到時候這可能是要編舞的 是編舞的問題 那我可能就不方便講 我們就盡量 然後再來是 他跟他媽媽之動 他有一點是 如果常看隔離流之後 他們常常在 在那個走廊上亂跳舞 就是大概 我希望是有那樣的味道 那接下來就是說 就會比較偏向劇情性的發展 那這是他 因為他知道他要跟那個誰 他最新崇拜的偶像 那個什麼 王俊榮 王俊榮見面的時候 他就心情會特別的嗨 特別的嗨 那王俊榮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根據那個誰寫的 欸沒有 我過世主玩的時候 根據那個誰 我忘記是誰 靠北 呵呵 自己寫 自己都忘記了 那個誰啊 欸 太好了 那不管了 我等一下趕緊再解釋 那跳過 跳過 看下一首歌是什麼呢 好 再來是德佛乍客的那個 新世界交響曲 也是 晚會歌啦 那這個 這個經驗是來自於我小時候 我媽媽會唱的一首歌 就是 算是床邊搖籃拳 也是本來 舊的不是歌舞劇之前 劇本那個 本來就有的 本來就有這個 按插這個歌詞 但是 後來才改成 歌舞 改成歌舞劇版本之後 就是 改成說 紅毛的一首代表曲 朋友們 大家來 太陽已下山 遼闊的天空中 星光多燦爛 今天 今天 不 拖延 已經 到 昨晚 明日 是 裝 美 哈 心中 美 過 年 微 風 涼 月 光 淡 夜 色 真 好看 大家 來 衛長 全 換了 再 今晚 那在原本的故事編排上 就是 紅 紅家人 跟陳冠偉 就是一個對比啦 就是說 陳冠偉過得比較長 所以才會激 激勵他 做這些 壞事 那當然那個壞事 我可能 寫的不是很好 沒關係 我就不管他 反正我故事已經訂了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那個 選拔會那一天的 那個 亮導之歌 亮導之歌是很 就是 聽說是那個中華直播的一個主題曲 我會選 但是 原本的亮導之歌是跟 嗯 怎麼講 亮之歌是軍歌啦 但是後來被改編成軍歌 那原本是中華直播的一首 他們主題曲 那 後來這大家就稱這首歌就叫亮導之歌 然後就不 因為本來就只有中華直播什麼聯盟主題曲 我不太想 那這首歌 那這首歌的軍歌也是剛好可以當成功的 那是中華直播的 那鴻青力隊他們的那個一個 比較就是 有點精神喊話的一個 因為畢竟我們都知道那個 其實 棒球隊跟軍隊沒有什麼 那都是軍事華教育 那這首歌 插在裡面我是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不是歌了 再來就是 就是 帕海貝爾的那個 低大調 低大調卡 那我選的是 我是希望是用那個 歐文跟史考特決鬥那個 那項專輯裡面的歌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戲劇化效果蠻強 而且他 他收尾 會比較符合 當然我基本是 根據那首歌寫的 會比較符合我要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 再來 再來後來就比較劇情 劇情 所以比較偏劇情類 劇情比較多 歌就不是 唉唷 應該再來就是 我是一隻小小鳥 就只主要是描 用我是一隻描寫的 是描寫說 成冠尾雖然他 軌跡成功 來 能夠到國家隊之後 那但是 其實 你也知道高處不勝寒 你如果爬的率高的話 通常都會 就越變成人家的劍吧 那 同時 那他也是 走平故事的時候也是 一方面成冠尾 一方面是猴龍蜻蜓 這樣 正常也是兩邊 交錯的在進行 故事 然後 他就是 主要場景應該是在國家隊裡面 國家隊集訓 有一天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小小鳥 想要飛 卻怎麼樣也飛不高 也許有一天我騎上了指頭 卻成了獵人的目標 我飛上了青天才發現自己 從此無意不靠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總是睡不著 我懷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沒有過得更好 未來最久 有誰會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種傳說 我永遠都找不到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呀飛 卻飛也飛不高 我隨隨隨便 當你決定為了你的理想忍受 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 那一個重要 我想這段歌詞應該是唱出很多人的心聲 因為大家都是 大家從小都懷抱夢想啊 結果長大之後 哇賽怎麼搞成這樣 有點像我會特別辛苦 其實我還算好 我還很多家人來幫 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那這樣其實也是一種 等於是描繪說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 必定經過了一種折磨過程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將要飛要飛 卻飛也飛不夠 我順順覓覓 順順覓覓 一個溫暖的外包 這樣的要求 算不算 太高 我是比較喜歡李宗生 跟原創造船的版本 叮當的 他後面實在唱得太高感 我有一天不太喜歡 不過這樣也無所謂 反正 來看到時候靈魂 再來是故事劇情 劇情進展到哪裡呢 劇情是說 紅精靈吸毒 他媽還是很嚴格 那後面還是有一小段 會應該會用到後面 再來再來再來 後來也是比較偏劇情搞像 他在橋上 好像回憶 因為後來發生車禍 後來他媽發生車禍 之後他在橋上跟他媽合唱那一首 也是一樣我會歌 這個大概就是 用不同的走法來呈現 後來就進入 快進入 快第二幕 第二幕後段 那 第二幕後段就是 那個 紅精靈他長大之後回來 那中間為什麼 他經歷過什麼 我就不需要交代了 因為反正 大家才也知道 那再來就是 本來是選 我本來是想要用彩虹 動力火車的彩虹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兩個男生唱彩虹 其實感覺怪怪的 會失焦 後來我就選了那個 張愛家的愛的代劫 愛的代劫 愛的代劫 還可以啦 所以我覺得 效果沒有彩虹比較好 還記得年少時的萌芒 像朵永遠不凋零的花 替我經過那風吹雨打 那世事無常 看滄桑變化 那些為愛所付出的代價 是永遠都難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用在我心中 雖然沒有一趟 走吧 走吧 人中要學著自己長大 走吧 走吧 人生的面積裡苦痛掙扎 走吧 走吧 為自己的心照也更加 也曾傷盡流淚 也曾暗暗心 隨著失敗的代價 那主要這首歌是給陳冠偉唱的 就是 讓他又變成那種旁觀的角度 在看洪精靈 對洪精靈說話 那只有安排一小段 我偶爾還是會想到他會奠緊特產 那一段是 等於也是 也是 洪精靈他自己內心的一種feedback 然後最後變成兩個合唱 就是 也是 某一種程度就是 一種一種小小的和解 那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 算是等於是 高潮系的 那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喔 高潮系就是他在球場上擋 他們那個冠軍賽嗎 還是什麼賽 這邊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在什麼系 呵呵 那就是 最主要他唱那個 我終於失去的人 是洪精靈自己對他母親講的 就是他內心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歌詞非常 但是還蠻貼切的說 說他們兩個之前的規矩關係 當所有的人 離開我的時候 你勸我要耐心等候 並且陪我度過生命中最長的寒冬 如此的寬容 當所有的人 靠近我的時候 你要我 安靜從容 似乎知道 我有一顆 用不安靜的心 我容易 唇動 我終於 讓千百雙手 在我面前 揮舞 我終於 擁有了千百個 熱情的笑容 我終於讓人群被我 深深的打動 我卻忘了告訴你 你一直 在我心中 我終於 失去了你 在擁擠的 人群中 我終於 失去了你 當我的人生第一次 感到光榮 我終於 失去了你 在擁擠的 人群中 我終於 失去了你 正義第一次 感到光榮 當四周 照著 潮水一般的洶湧 我見到你眼中 傷心的 淚光閃動 那當然這個故事也是 等於是我自己的化身 也是寫給我媽媽的 最後的 當然我不希望我媽媽 求求我死了 只是說 這是我對他一種感情的呈現 再來 再來就是 已經快進入第三幕了 第三幕就是 得安排他的死亡 雖然 我死亡到現在還是想不說 我該怎麼讓他死 就 他就死了 我管他 就讓他死 那再來就是 天人就毀了 真的是 我 欸 我後來設計的時候 陳冠緯在唱一趴 房東也唱一趴 然後他媽媽 最後他媽媽唱 那就是為什麼他會做夢醒過來 因為他蒙了他媽媽 就這樣子 聽完我也是那個 新加坡歌手那個 陳傑儀這個歌 那時候聽到就覺得還蠻適合放在這裡 從前對著手引進 卻唱舊的歌 我問媽媽為什麼 傷心想快樂 媽媽笑著 說他也不懂得 我想出去走一走 我媽媽媽點點頭 一開始就是洪靜寧唱 然後接下來 第二段都是 安排 副歌的部分就是安排 其他角色來唱 天人你就回來 別在風中徘徊 就發現他就稍微有點對唱 然後洪靜寧跟那個 福美仔一起對唱 天人我想回家 童年已經不在 昨天當雨點灑下來 那滋味叫做愛 Wuuh,別在風中徘徊 Wuuh,天冷就回來 漸漸對著手引進 學唱新的歌 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 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 我想出去走迎走 抱朋友点点头 天冷你就回来 别在风中徘徊 朋友的眼里又明白 爱有一份期待 天冷我想回家 面上已经不在 今天的预定洒下来 那滋味就是爱 诶真的没有 现在对着手引进 听自己唱的歌 我的他问为什么 幸福不快乐 我微笑着 说我也不懂得 他想出去走迎走 我对他点点头 再来就是他妈妈对他唱这个 天冷你就回来 别在风中徘徊 我猜我眼里又明白 还有隐私无奈 天冷他没回家 我仍然在等待 明天的雨点洒下来 那滋味就是爱 呼呼呼呼呼 别在风中徘徊 呼呼呼呼 天冷就回来 當他醒了之後就 主要是在頒獎會之前 那他就想到他媽媽就回去 見他媽媽的最後一名 就是再拜一次 那接下來我就把原本的才好可以引到這邊來 因為本來這邊 我忘記之前這個版本是要唱什麼 好像沒有唱 本來就只是劇情跟他交代 那我想說把彩虹撈到後面來 可能會比較合理一點 只要不醒過來 這就不是夢 請看著我 請擁抱我 請問別流走 好多話想說 好多事要做 請天空給我 請時間給我 再多一點 停留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留下死後的重點 身為一道彩虹 雨過了就該 善良整片天空 讓我深愛的你 感到光榮 喔喔喔 身為一道彩虹 盡全力也要 換你一段笑容 更冷 我愛你 不必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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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不能不寬容 愛不能不寬容 好多話想說 好多事要做 請天空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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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時間給我 請時間給我 再多一點 停留 身為一道彩虹 雨過了就該 天空 讓我深愛的你 感到光榮 喔喔 身為一道彩虹 盡全力也要 換你一段笑容 到了 我愛你 不必忍懂 親愛的你 若有感動 請牢記在心中 下一次下雨 你能看見到 那道彩虹 不再可能是我 喔喔 身為一道彩虹 雨過了就該 善良整片天空 讓我深愛的你 感到光榮 喔喔 身為一道彩虹 盡全力也要 換你一段笑容 高榮 我愛你 不必忍懂 望 不必忍懂 那到最後面 七夜正式換場 就是直接換到最後一場 宣佈他死期 死期的那一段 那這下就是 比較屬於大聲唱的 紅蜻蜓 因為主要也是參考那個 喔 清遠和柏 我一下就要死了 清遠和柏的那個 竹夜市 所以那這個 本來是安排一個名歌手 我沒有安排特別是誰 我有考慮做到 把他改成那個 誰 這樣成貴我也唱 對 我應該改成成貴我也唱 不要管他 等以後再說了 等等要壞再說吧 反正都這樣這樣而已 雖然大家比較有名的是那個 小霧隊版本 可是我後來比較 我個人比較喜歡那個 柯米小子的版本 因為 可能年代 比較活潑一點 他的編曲我比較喜歡 小霧隊雖然是很好 這也是經典的 只是真的有名 飛啊飛啊 看那紅色蜻蜓 飛在藍色天空 遊戲在風中 不斷追逐他的夢 天空是永恆的家 大地就是他的王國 飛上是生活 我們的童年也想追逐 成長吹來的風 輕輕的吹著夢想 慢慢地升空 紅色的情形是我 小時候的小小影響 多希望有一天 能和他一起飛 當玻璃燈 當煩惱 越來越多 我的燈越來越少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長大了 紅色的情形曾幾何時 也在我歲月慢慢不見了 我們都已經長大 好多夢正在發 就像童年看到的 紅色的蜻蜓 我們都已經長大 好多夢還要快 就像現在 心目中 紅色的蜻蜓 這樣 か 我上了有點牙 我上了有點牙 那麼最後的結尾就是卡龍 卡龍我希望用的是孫運璇的版本 因為目前還是我聽到那個版本我就喜歡 因為他的結尾收的比較漂亮 EVA什麼其他的卡龍 有時候收的比較重 這個很難講 這個要聽一個 大致上就是註冊 好 不過這樣還有多少來聽 應該是沒有 希望你今天還喜歡我今天的帳 生意啊 掰掰 改天我再這樣 別累